歡迎收看 觀眾朋友姐妹會 你會覺得手怎麼樣洗都洗 都洗不乾淨被她洗 她會洗她 妳會覺得 出門的時候 門一定要反反覆覆的檢查 到底有沒有鎖起來呢 是的 恭喜妳 妳得 強迫症了 妳得強迫症了 我覺得強迫症是 妳得強迫症是 老天爺給人類一個很棒的美德 為什麼 我覺得強迫症很棒 為什麼 就東西一定要放整齊也很好啊 如果東西什麼不乾淨 拿著酒精噴一噴隨時擦一擦 也很不賴 當然我們今天就是邀請到了 這個三位來比拋 八位新主義朋友 對我強迫症請下輩子 來 歡迎 像我剛生完小孩 我小孩是那種過敏兒 每一個人來看他 我就會開始跟妳全身噴噴 噴酒精 然後要妳的手 每一個人都要噴過酒精 然後等妳走了以後 我會開始噴噴噴噴噴 會有一段時間 會每一段那一段時間 就會很擔心 老師妳會覺得整天都 一直醉醺醺醺 對 因為我家 難怪我家女兒 那時候都沒有清醒的 都醉了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聊 這種強迫症呢 因為現在網路上 流行一張幾張照片 第一個這是網路遊戲 這是韓國的 因為網路世界大家 每一個都一個人 所以韓國就是很自在 但是日本人就不一樣了 沒有看到 他們站的是排著直直的 他們的強迫症在於 他們連螢幕上都要是 公整的 所以民族也有差別 剛才那個曉雯老師 在講那個酒精的時候 揹起椅子 對 男生就不要這樣子 對不對 真的 妳也是這樣 因為我現在也是很過敏很多 所以我一直都用酒精 就朋友來到我家按鈕 那個廁所的按鈕 每一個都要酒精 他回到家我都會用酒精噴一下 還有那個廁所的碼頭的那個按鈕有沒有 那個男生有可能會摸得在 我會想到這樣 所以我就會 怕很多 因為我不想摸到很多人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怕 那個地方特別多 既然剛剛哲星哥講說 這個每一國有每一國 自己的強迫症 我們先從台灣自己來 台灣人有什麼強迫症 是 我覺得台灣人的強迫症是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對 我跟你講 一個腳踏墊而已 你知道嗎 我就在那裡看 然後我說多少錢 然後他告訴我 告訴我多少錢之外 馬上補上一句 我真的我聽了 真好氣 我氣 氣的耶 台灣製造 對不對 品質保證 第一個踩在地上的墊子 哪裡做的 我告訴他 不是大陸製的 你的表情是這個樣子 對嗎 你的表情是這個樣子 不是那個帽子嗎 是啊 然後你就去 哪怕你買一個釘子 他都跟你講 這是台灣製的 釘子都會這樣講 對 不是啦 寶寶 我覺得你過度的解讀 他可能是告訴說 台灣做的廠商就在台灣 有任何實用問題 可以直接找到 對 對 我覺得那個小小的東西 什麼 你剛胖你還沒等怎樣 這是台灣製造 我媽呀 我覺得天啊 我贊成 我贊成 因為我泰國來 我也才知道 我也是奧地利來的 才能這樣做 才能這樣做 對啊 為什麼呢 你今天旁邊應該有一個竖琴 或是什麼樣子 或是什麼樣子 或是你這樣 那個大提琴也很好 頭髮流場好像順美人 對 對 一定要的 所以 大陸來的我也是不要 沒有啦 因為在台灣很久 也是要想問 這個是中國還是台灣做的 這個是強迫症 我是贊成的 是有 所以妳也會問喔 我也會問 以前在泰國根本都 在泰國是這樣 可是在 來到台灣一定要問 可是我也要講 台灣人也有強迫症 以我的看法 這個很可怕的 來 禮貌強迫症 我覺得太過了 太多了嗎 還不到日本但是 對 差不多了 對 差不多了 因為什麼 你知道嗎 哪個小小東西 就是要說 謝謝 不說謝謝 這個人沒有禮貌 對 開始講人家沒有禮貌 可是在泰國的話 我們如果說認識了 然後很熟了 很熟悉了 根本都不用講 幹嘛要講 因為我們就有謝謝兩個字 你們要講什麼 KOK PUNKA 比較長 多兩個音啊 這點很累耶 可是像 朋友拿東西 這樣同學拿東西 我們根本都不用講謝謝 我覺得太客氣了 對 太客氣了 你們在泰國只要是認識人 跟你說 認識的 沒有拿著就走了 不用講 其實他也知道 我已經在謝謝你 用心理 用心理 今天講大字啊 對不對 用心理 要把它說出口啊 對不對 要不然是要這樣 我是很感謝你 我沒有講出來 所以這個是台灣人的強迫症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用詞上是不是可以修正 像我覺得近幾年 好像大家滿常 滿常放在嘴邊的是一個 不好意思 我要怎麼樣 不好意思 對 是不是有的時候用太多 對 這個就是 怎麼樣怎麼樣 我要感恩 我感恩 對 也太多了 對不對 沒錯 像這個也是嘛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每天早上都要說早安 對我來說很奇怪 為什麼 每天看到還要早安 泰國不需要嗎 泰國不用嗎 泰國不用 泰國哪有 所以我早上一起來 媽媽 早安 沒有 沒有 這下這題 你知道嗎 我愛到台灣 還是妳說 睡到中午直接午安 沒有 早安還是 晚安 台灣人不會這個 台灣人不會這個 我說今天去辦公室裡面 同事也很熟 一進去就 走… 對… 我們在泰國不會 我們在泰國不會 泰國好沒有禮貌 真的好沒有禮貌 什麼人笑自果片 對 比較奇怪的是 我來到台灣 然後我下來樓下 然後公公看到我嘛 公公就說 我說蛤 為什麼要跟我說早 又不是沒有看過 就是有看過 每天見到還要講早什麼 然後他早上 每天喔 每天我想說 不是 是不是 怎麼會 怎麼會跟自己的家人打招呼呢 我們不會說 阿倫斯法可以 不會 因為阿倫斯法是早安 可是我們的習慣不會 一早早起來看到你 阿倫斯法看 不會 很奇怪耶 但是你譬如說 看到人家不會說 阿倫 這樣子 會…屁是這樣 可是 屁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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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是會講 真誠 但是不會特地說 跟你早 跟你午安 所以還是有打招呼 只是不一樣 沒有那麼精緻的早安 再講下去就沒完沒了 對啊 來 柯瑞 好 就是 戴套 對 那是他們的 跟用品 要戴套 他說 基本上他說 那個強迫的東西 都是台灣人 他們很爬 聽說你們 他們買一個家具 一個沙發 一個新的 那個工廠 他們發貨的時候 他會包一個 像一個保鮮 是塑膠的 像保鮮膜 或是一個 一個塑膠袋 之類的東西 是因為他們會怕 在送貨的時候 會碰到 會髒 可是台灣人好像 到他們的家 他們說 喔 很好 是很乾淨的 他們會留著 因為我 我有去 你說開始用了 還是不要拔拆 對 我去台灣人的家 我去他們的客廳 看到一個沙發有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保鮮膜 說 欸 你們那個沙發 是新賣的嗎 他說 沒有 他賣好幾年 他對大家 還是那個風透在 因為他們 他們會怕 會這樣 那你坐下之後 會 做什麼聲音 那夏天 都會 我那個腿都會 流汗 對 我朋友去他家 他的電視 已經賣了兩年 是他們還有六指下面 有什麼 廣告 什麼功能的 廣告 他也會 把那個 把那個 放在裡面 因為他會 會怕 它會長掉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喔 腳踏車 腳踏車 看到在路邊 因為腳踏車 會有什麼 什麼有漆 有漆的 拋棄的 那個包裙膜 他問題也會留著 因為他怕 刷頭紙要包起來 對 對 對 然後車也會 這個是 台灣下面有一個 一個蓋 什麼叫什麼那個蓋子 對 這個是我同事的車 它開了五年 對 可是它上面還會留著 因為你每次 會摸 摸納下來 它會爬 你會有一個重點 對不對 可是我 我研究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發現台灣真的有一些共識 他們的專業 真的是幫人 因為 如果你 如果你車沒有這個 你可以待去這個公司 它會幫你 對 會 幫你包這一點 我們哪有說沒有這個東西 好奇怪 自己在家裡包起來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這樣不好看 所以我都會拿下來 但是是常常 我昨天還擦了兩次 用獎金 還用獎金擦的 不好意思 你們家 上面按鍵你還看得出來 是什麼 它有按摩 可是這樣我掉 我拜託 三三你啦 算命的強迫戰 對 這是真的 還是真的 我本來就請過台灣人 很喜歡去算命 連我們課本都會寫 真的 我不信哪 你要課本 有 台灣人的興趣是不是 還是4號 但是我本來以為 是長輩會去找那個 算命先生 或者可能就結婚要合把子 就這種比較大的事情 但是後來我發現 像我老公的朋友 就年輕人嘛 他們也會就覺得 這個女朋友 適不適合我 好像最近運氣不好 要不要改名字 我現在要放工作 還是半年後要放工作 我真的沒辦法理解 這個小問題 真的沒辦法自己決定 已經要去找那個算命的 對 所以我 有時候就算不算 也會去廟裡面 不會拜拜 問一下 對 所以現在你有算過命嗎 我沒有 我有去陪朋友 我覺得滿好笑的 所以他跟你講 然後叫你陪他去算命 對 他要把你是不是 但是 還對 沒有 沒有 可能有可能 是老東的朋友 我們三個一起去 然後因為我沒有看過 我很感興趣 所以我跟他們一起去 然後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他叫那個算命的時候 我看你那個出生的力氣 然後我已經知道 你很早就交了女朋友 當時他三十歲 他一個女朋友都沒有交過 所以我就覺得 往來他找到一個不準的 那小米你會去算命嗎 我算命會 不會 可是不長 不長 偶爾 偶爾是多久 兩個月一次 一年一次 是想要知道這一年的運勢 對 看一下 你看台灣人 來 我覺得台灣人 有什麼樣的常破症 口罩 口罩常破症 像比如說台灣有什麼病菌 或是有什麼流感來的時候 真的是 口罩是賣到快缺貨了 然後路上每一個人都要戴口罩 可是大人戴口罩就算了 我是覺得我去小兒科的時候看到 連小寶寶都戴口罩 然後每個都包得很緊 然後包得像粽子一樣 我想可能台灣人對於那種 對於小朋友可能保護得太過度了 像韓國的話 基本上你們去過韓國街上 很少人看到有戴口罩的人 除非是藝人 可能不想被認出來 所以你知道 然後他們都戴口罩 然後可能就是走神秘路線的時候 像幾年前那個 韓國有MERS病毒來的時候 也是很多國外的報道說 好像韓國人不太那麼警覺性的 戴口罩 像如果在台灣的話 有一點點病菌來了 搶病毒 每個都戴上口罩 韓國好像只有達到三成左右 不是那麼多人戴口罩 可是因為死掉的人也不少 不會覺得害怕嗎 害怕 可是很多人好像 對於口罩的一種概念 是很不舒服 所以除非你是很嚴重 才會去戴口罩 事實上妳現在這堂 會不會戴口罩 我會戴 沒有化妝也戴 感冒也戴 為什麼 妳戴口罩原因是人嗎 她被認出來 做工事 她被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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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也戴口罩 比較特殊的情況 就是可能剛剛去動刀 然後她腫得很 對 那就戴口罩 就避免人家看到 像我真的覺得 像戴口罩就是台灣的那種 有一點過了一點點 像有些還會隨身攜帶口罩 對 對 她會隨身攜帶 你比方說我們是錄影的時候 旁邊那個也是一個藝人 就哼… 就是很簡單的開到痰而已 你那個感冒還要戴起來 不是 妳是誰 那好帥耶 沒有 她怕 因為她藝人不能夠感冒 因為感冒你上錄影的時間 就會隨身攜帶 但她一聽到很敏感 一定要 然後她 你還好嗎 對 就是你也會看到 他們騎機車的時候 他們號稱是 所以他們有在 有空氣 可是他們會在那個 紅路燈聽一下 然後拉下來抽一個眼 再拉上去 這太可惜了 不一樣 自作略不可能 自己在那裡後就好 來 要扶你呢 有一個 東西不丟的 強迫症 YES 捷物嘛 愛物捷物嘛 我覺得這邊非常非常地 別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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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去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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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只有比較貴 價錢比較好 而且是台灣的 沒有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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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 真的是 什麼東西好像都 吃不得丟掉 是 比如說台灣人說 那個 每一個東西可以當成一個 一個寶 就是 因為 每一個東西都可以當成 像我是男士 比北部還誇張一點 對 我覺得我們那邊 我每天 我是 我可以走路去上班 我都會進過哪種 比較矮的 小小的房子 它外面 它放的 壞掉的摩托車 壞掉的椅子 那種 亂七八糟的 那種椅架 然後 還有刮一些衣服 那邊已經好幾年 都是回成一堆了 然後你看到家裡面 家裡面也是 都是滿滿的 好像來這種 根本不像客廳 就是像藏庫 那像 柯瑞剛說那個 那個甲具 我以前也是做過甲具的 然後 我們有討論過 為什麼台灣的業績 跟我們國外的差那麼多 因為 他們沒有位置放 對不對 你舊的沙發不丟 你現在怎麼放 所以他們就舊不得丟 他們就說 這個還可以弄個 什麼二三十年 而且 那個 包起來 對 這個 我就跟德國比起來 這個真的是很誇張的 一種欣慰 那我剛認識我老婆 他媽媽也是哪一種的 老婆婆 然後他什麼都留著 那我一買一個醒的櫃子 放在家裡 然後第二天我要放東西 已經塞滿了 然後你要拿東西 你就這樣 那你錢打開 又掉出 所以我沒事的問他 他說我們要那個 我們今天想喝那個葡萄酒 然後那個葡萄酒杯子在哪裡 我知道 我知道 然後他就找到 好像找不到 我不知道放哪裡 還是沒關係 我去買新的 所以你沒事 你要東西 你還是要再去買新的 因為舊了你找不到 找不到 所以老婆後來 他也變成這樣子 什麼東西都要藏起來 還是那個壞掉丟掉 我說不要 然後跟我在一起 舊了他就開始 好像 有時候還是要丟一些東西 所以他現在變成 很愛丟的意思就是 不是 他不是丟我的東西 買他的樣子 我這都沒有 你不是很愛丟 你是要去買 你知道嗎 OK 所以這個很嚴重 所以丟東西就有買東西的理由 對啊 不過我覺得 強迫症很多種 各國還有各國的 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自己的 各國的 先來看一下小獅 我直接答案了 很難猜耶 恨衣服強迫症 恨衣服強迫症 真的嗎 真的 在我們泰國不管是制服什麼的 都要燙 不要說公務人員 我們一般工作人員 就是會燙衣服 像工廠的人員 他們也是會來燙衣服的 然後我們學校學生的制服 都會燙一定要有限 所以你們上班的時候會檢查嗎 沒有檢查 但是這個我覺得應該是 自己的習慣 強迫症一定要 如果說你穿皺皺 或者是剛買的衣服 還有那種摺的有沒有 對…就慢慢摺 他們就講 這個人就是沒有在… 沒有在…沒有在… 對 懶惰 對 你們都不打招呼了 還在乎這個 憲哥也不打招呼 神迴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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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是一個 外表的強迫症性 一定要的 你讓他們出去 像我們一般T恤對不對 我們也會燙喔 T恤也會燙 牛仔褲一定要有線 根本不會燙 它是燙平的 沒有一條線 那個不是西裝褲 沒有…那個… 那那個牛仔褲對 不是西裝褲的燙 對啊 好奇怪喔 反正牛仔褲也不能有皺皺的 像我T恤 我們T恤也是會… 這有燙嗎 哪裡啊 等一下喔 因為我有大概… 你們有放到一條線嗎 我們會故意弄一條線 或者是這樣的線 可是像妳燙這種衣服 因為它本來就是有一點焦點 會看不出來 妳會去跟人家講嗎 我這個衣服是有燙過的喔 沒有 這條線在這裡喔 這條線在這裡喔 這條線看不出來啊 沒有 其實這樣子穿著 後面的人外面的人看 這個人有燙衣服 就位置到了 對 這樣是表示他的生活習慣很好 對 對 因為我們從國小就開始 你要自己學燙嗎 對 會燙衣服 會學燙衣服 我們每一家都一定要有那個 運動 運動 內衣褲呢 內衣褲有時候會耶 如果說來不及乾的話 來不及乾的話 那是來不及乾好嗎 來不及乾會燙 我們那麼熱也沒差啊 對啊 把外面家就乾了啊 可是因為我們泰國 也沒有那麼豐富說買一堆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真的來不及乾的話 也是需要那個運動 旁邊一定要… 所以你們結婚禮服會燙嗎 結婚禮服 她的布料要請人家燙 一定要 一定要 對 好酷喔 這搞缺 太強迫症了 可以這個 來 寶寶你呢 你們猜一下 中國大陸會有什麼強迫症 MAKE IN CHINA 不是 乾掉 有什麼 這個是我來台灣 我才感受到 原來是有這種強迫症 打針 我就是經常會看到 就是我的朋友啊 然後就是 拍一張那種照片上傳 就是說 生病了怎樣 然後前幾天我看 我前幾天喔 看到我姑姑喔 看到我姑姑 上面寫著說 實在受不了了 過來打一針吧 就是那樣子 就每個人 只要你其實 在大陸 不論你喉嚨痛 哪痛 就是你牙齒痛 還有哪裡發炎 她一定是給你打 如果沒給你打呢 她會覺得 你給我打一針吧 都是這樣的 會覺得 那個好像是讓你盡快好 不管她打的是什麼 你只要覺得有打就好 我們那邊就是 就是習慣 我們那邊一定 不管你什麼病 不管你什麼病 一定打 現在台灣的南部 也還是很多都這樣 一感冒就說 要抓一支大陸 對啊 就去打一針馬上就好了 那其實後來就宣導說 不要過度的醫療 因為其實打那個病沒有好 但其實就是葡萄糖嘛 就是那個生理石鹽水 只是心理感覺比較舒坦而已 老師你講說調題大陸 後面我們那個南部的朋友都 對 已經大陸了 我們要問一下日本 Yuki 日本人的強迫症 好 只有一個嗎 日本超多 但是這個應該大家會常看到的 一個東西 還有就是日本人有強迫症 就這樣好了 對 他就強迫症 今天只講這一個 對 好 我先講這個 好 就講這個 好 小豆豆的強迫症 這是什麼 一個是 說不是的時候 說不是的時候 日本人很喜歡這樣 對 對 不是 對 這個動作好像在別的國家 好像是臭的意思 對 我覺得每次喜歡這樣子 不是 這樣子大家會覺得 怪怪的 那另外一個是 吃麵 的時候應該大家都有看過吧 就吸得很大力 就有聲音這樣 這樣子 對 亞洲很多都會吃麵 但是都不會有聲音 沒有禮貌 對 好像都沒有禮貌 而且那個麵吸起來的時候 就白色的衣服 因為 旁邊現在 昨天就在吃麵 我就 對 太軟 太軟了 可是日本人吃 不會跳到旁邊 對 直上直下的 對 第三個是笑的時候 我們會擋住臉 就這樣 對 就常常 就大笑的時候 我們喜歡這樣子女生 這個是從古代的人 流傳下來的 對 就是以前的那個女生 就是貴族的女生 就是笑的時候 會這樣子 用扇子這樣擋起來 對 因為他們都塗那個 白色的粉很厚 那很容易會裂掉 就爆了 那貴族的 圓 還沒好 還沒很好 可是在 那個已經很好的那個粉 所以是說 要纏的關係 所以要遮住 對 所以日本以前是用扇子 一直擋住 把那個流傳下來的 小吃都不會遮的 你看 對 所以日本真的是 現在也是很喜歡這樣 笑的時候 大笑的時候 對 對 日本強迫 在日本都有強迫症就可以了 就熟了 這個小動作會突然會開始 OK 那我再替一下印度的 好 招待強迫症 為什麼會有招待的強迫症 就是不曉得去誰家 譬如說像今年國年時候 我一個印度朋友在台灣 請我老公去他家 我老公胃口很小 他說一直給他吃東西 吃就算了 他說他都快吐出來 可是他們都不聽 譬如說你手要這樣擋 他直接會放在你手上 是 那些 就是 所以擋著他就放在手上 對 他還說放在手上 你說 這很沒有禮貌 禮貌 如果拿雞腿就放在這裡 真的 你去餐廳的時候 你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他也會給你第二次免費的 我們說不用不用 他就放在手上 真的滑火了 可是一直忍耐 我好想 就是好想吃 他就放在手上 所以你面對英國的好意 你不能夠說不 你說不也沒有用 你要讓他覺得 我們沒有 好像是很客氣的時候不要 意思說我們要吃 所以第一次叫就對了 來聽一下 德國 喝啤酒 對 雙B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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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持我們的形象 什麼意思 那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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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叫做 完美強迫症 像我第一次來台灣 我聽了第一句話就是 啊 差不多就好 這句在德國是不存在 沒有這種 德國人沒有差不多這句話 沒有差不多就好了 不可以 不可能 都是要完美 而且你以為已經是完美 德國人還是可以繼續抱怨 還是可以把他要求得更完美 對 很累 這樣很累耶 真的很累 所以你來台灣的原因是這樣嗎 真的 真的 這我都會天堂 差不多了 沒有 那是德國的差不多 對 然後 然後 我的差不多已經在台灣 已經算是完美了 真的 標準已經夠高了 所以我剛才聽到小事 這邊講那個 燙衣服的 欸我媽媽 我跟你講我媽媽連那個 你說 桌布 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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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浴巾 也要燙 也要先燙 然後再兩個人放 對折 那個內褲 我記得 我的三次 先燙 然後再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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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櫃子裡面 然後拿著遮起來之後 可以發西裝 對 一二 可以折折 好像每一個人都一樣 對 看不出來 一打開原來是你的內褲 人上千人的時候 被褲見 天啊 然後連牛仔褲 他直線 他也是在中間給我彈 我說媽媽 這樣子真的很呆 我不要彈 我知道他沒關係 我還是幫你燙 那他就燙拼的 那燙拼的還是不行 我說牛仔褲就是不可以彈 還是你這樣子出去 好像流兩汗不行啊 你說我兒子啊 就是要給我們夾麵吃 讓你出去不行 所以他一定要彈 然後我每次 我等他走了 我要出去的時候 我先把褲子躲掉 我放到地上這樣 好累喔 好諧疑喔 我太腻喔 天啊 然後這樣 你說廁所 他怕那個廁所 這我們德國也是一樣 今天你如果要當客人 你到人家叫他吃飯 什麼 那你第一個 你在吃飯的時候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你最後你不要什麼 什麼獎子啊 什麼不要弄到那個 桌上 那個桌子嘛 他們搞不好就會這樣看 對 然後所以吃飯有一點壓力 然後你知道廁所 你上廁所 因為男生可能要站著尿嘛 然後他一定 那個廁所一定很乾淨 但是你知道上面 你用完了 你要一滴一滴的 你一定會拿那個 那個維生紙 先把它擦乾淨 然後如果有一點點在地上 你也會把它擦 反正你出去的時候 一定是跟你進來的時候 就是一模一樣 你就是把它弄得很乾淨 所以我來台灣 我剛開始我也覺得 哇 有的餐廳 他還沒有分男女嘛 對不對 他就是那隔壁 就有小小的一個 那你一進來 你就想 Oh my God 你就不知道裡面 你什麼東西都不想碰 可能你就 很幸福 你笑了一個 真的 對啊 隨便他啦 洗手也是他們 想辦法 對啊 真的 好誇張喔 我覺得真的 這個實在台灣實在很恐怖 所以等會兒 你不可能會看到這種裝潢 都是完美 那我問你 那如果你們用衛生紙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它摺好好的 才可以用嗎 那當然 因為我們是那個 你不可以一擦一次就丟掉了 你先擦完 然後你再擦 然後再擦完你再擦 對 你差不多只得到這樣 對 然後你再擦 你再擦一擦 你再擦一擦 然後再擦一擦 再擦一擦 好猛喔 好猛喔 這什麼鄉主嗎 在南鄉主嗎 這真的很累 來台灣來對 對 你在台灣 你們過得好舒服 你都不知道 要幹嘛都保養 你再擦一擦 你再擦一擦 你這裡真的是天堂 天堂 OK 可惡你呢 好 我們澳洲就是 養花園 養花園 因為澳洲的那個土地 很多是 在世界上是很多土地 人口 那個人口比較少 人可以分到的 對 平常我們每個房子 都是在比較大的 比台灣大好多的一塊地 那房子都是放在中間 然後有後園 有前園 所以有很多人 他們是喜歡養一個 很大很大的花園 還是一個草地這樣 比方說我 我奶奶爺爺他們是很喜歡 可以一整個作夢 就在外面 讓那個花 弄那個樹 對 煎那個草地 對 然後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就去他們家 的時候 他們說那你們小朋友 去外面玩 可是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不可以弄壞我的話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要去外面幹嘛 那哪裡啊 對 那先生 如果是在俄羅斯的話呢 不過我覺得 如果我 這裡俄羅斯女人 女人 那我猜得出來吧 什麼強迫症 好 外賣 外賣 有化妝嗎 是很注重還是不注重 有 其實我不太屬於這種 所以我住台灣 差不多就好 差不多就好 我們這邊都是非典型的 對 比較隨和的 真的在俄羅斯 無論如何 女生的外表 已經要完美 標準的俄羅斯女生 當前在包包裡面 要有 鞋子刷子 然後 衣服刷子 然後 因為 裡面跟外面的溫度 加很多 你可能睫毛膏會融化 所以你一定要 戴很多化妝品 就隨時可以撲撞 有什麼好笑的 好幸福 好幸福 俄羅斯女生出門 應該是拉行李箱 對 好像要出國一樣 對 然後想 就大家常常會說 那個 在台灣 常常可以看到 路上 那個女生的絲襪 破腳的 覺得沒關係 還可以穿幾次 但是俄羅斯女生 在包包裡面 已經會帶 新的絲襪 就萬一發生什麼事情 你可以去廁所 換就 就好了 所以我在 我是包包一個比一個大 但是在台灣 我包包一個比一個小 好 我最喜歡台灣 對 OK 小明你呢 韓國人有什麼樣的 強迫症 這心 喔 一 二 三 今天先講這個 今天先講這個 模仿 強迫症 對 韓國的話 我覺得模仿這個 強迫症很嚴重 像例如幾年前很流行 New Balance的鞋子 開頭那雙鞋子 然後呢 每一個街上 每一個人都踩著 都是開頭的那雙鞋子 然後如果你在國外 看到東方人的臉孔 穿那雙鞋子就是韓國人 就是每一個人都已經流行到 日本也流行啊 對 你不穿那雙鞋子 好像你是不跟時代的流行 所以每一個街上都有穿 然後像口紅很流行一個顏色 每個人都買那個口紅 每個人都塗 然後每個人就是可能 衣子美 粗美很流行的時候 每個街上女生都畫得很粗 眼線也是啊 粗粗的然後很勾 那種眼線都 化妝那種幾乎都是學模特兒 跟一些韓國的明星 臥風 對 所以那時候就我老公也想說 什麼韓國很多造型跟那種 都很 太類似的 長得很像 長得很像 就模仿的就很 比較嚴重 這樣子約人很難認耶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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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問一下謝忻妳呢 妳覺得英國人 有沒有什麼樣的強迫症 我覺得他們很喜歡跟陌生人 用很親密的稱謂 談論天氣 天氣強迫症 對 菜市場的賣菜 他是一個老伯伯 他遇到我他就會說 嗨 打鈴 嗨 愛我的甜蜜蜜 他們會帶著 他們會用這種稱謂 跟你就是稱呼 拉近彼此的距離 然後就跟你講說 OK 今天天氣不好 他會這樣子 接下來的形容詞就很困難 對啊 會很細膩的形容那個 霧長什麼樣子 對啦 語音長什麼樣子 真的嗎 他們就是很喜歡 每天的天氣 而且他們的天氣就是 永遠是 下雨天 陰天 但是他們就是有一百種 形容詞去形容 而且每天PBC都會教 今天的詞 語音是什麼樣子的 對 對 真的 強迫症 那我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們要抱著一個 什麼樣的心態 要跟他講完 跳過 跳過 妳就走到 跳過去 對 後面也是走到的這一句 跳過他前面這一段 然後就是進入 直接進入主題 好 我今天要跟你買三個蘋果 是 那你自己呢 停車 開車 像我自己停車 我會有個很大的毛病 是我 停車一定要停直線 有 這是強迫症 有連線的強迫症 真的嗎 對 有些他一定要停的 而且一定要方方正正 而且距離左邊三公分 右邊也要三公分 我就是要下來量 我就是一定要停成直線 如果說他有一點歪了 我會覺得說 我好痛苦喔 我在錄影的時候 我有一點坐立難按 快要遲到 不行你再停止 我來不及了 很直 左右邊平均 symmetrical perfect 這樣才可以 要perfect German style 對 完美主意的 他適合在德國生活 但是前面有車 在高速公路上 前面有車 我不行 我不喜歡前面有車 天啊 我就一直要我前車 那就是超車前 然後這樣對不對 那妳必須要早上兩點鐘 就出門 對 有些人會喜歡數數 我一定要數到 我吃飯一定要數到 雙數的盤 一定要吃到 如果今天五盤 我會覺得我會不信 對 其實強迫症很多這一種 而且強迫症跟數字 都很有關係 對 強迫的洗滌 洗手一定要洗 一直洗 然後或者強迫的一直檢查 或者甚至有些人 會強迫的動作 我一定要重複這個動作 今天這邊也有一些 可能需要儲整 對 我們鑑定一下 來鑑定一下 第一個來聽一下 我們的白雪公主 朋友也是都一樣了 什麼 妳要看過誰的 誰要 沒有 偷幫我自己的 沒有 就是我 我是這樣子 我一看到床 然後其實我就很 然後我睡覺的時候 我是不穿 一定 一定不要穿衣服 然後我就是有到什麼 就是前一段時間 就是我會請 經常跟思思 上他家玩 然後我就睡在他家裡 然後他知道我這個習慣 然後 我一直很喜歡妳 很小 很小 然後他就說 媽 我跟妳說 今天必須得穿衣服 妳要跟我睡 妳就要必須穿衣服 然後他就把他的那個T恤 什麼給我穿著 然後真的 我真的睡到一半的時候 覺得好不舒服 然後我就 不管他 我真的沒有辦法 睡不好 我就把他脫了 脫了然後就睡得很好 結果他醒了 然後他看到自己 他就看到自己說 天啊 他沒把我也脫了吧 就是覺得怎麼會 我們倆發生什麼了嗎 還什麼之類的 心裡把它脫了嗎 沒有 沒有 因為他覺得 怎麼會突然間 把衣服脫了 以為我可能是 也許喜歡女生之類的 不是 妳知道 沒有穿衣服 所以有時候東西 跑來跑去的 我都很切實 房子還是小心 底下拉怎麼辦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對 我沒有辦法 穿衣服睡覺 但是比較像習慣 習慣 不太像強迫的 但是我穿的時候 會不舒服 那就習慣 他如果是那種 真正的強迫症 應該是 不會說只自己脫光 應該是在公眾的場合 也可以脫光 對 那我今天要小命的 好 我有一種 場迫症是 排列的 這個聽起來 就比較接近了 怎麼樣排 我自己的廚房 那我的 就是從小 小到高 然後薄到厚 然後馬克杯的話 我有一定擺的順序 它的手把 不能一根 一定要靠右邊 都是這樣子 對 排列的 可是它不可以左邊 左邊就很不舒服 然後像衣櫃的話 我的衣服就是 可能毛料 看你的材質去分 外套啊 什麼襯衫 皮衣 裙子 褲子 牛仔褲 然後後外套 我都把它分類得很好 有時候是可能 看顏色去分 顏色 對 然後 鞋子呢 鞋子也是排排讚好 平底 中底 高跟 一定要排 靴子都排好 這個就是我的 化妝櫃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可以 這個我可以 我也是這樣 因為收納好 對不對 然後我通常都是會分 彩妝跟保養 然後長用的跟比較少用的 然後可能那個什麼眉毛 比較長的那種筆類的 都會放在一個 桶子裡面都擺好 像台灣買東西都有發票 我都是把短的跟長的 會一個一個疊好 一定要對不對 一定要 所以我前幾天在網路上 沒有 臉書上有看到 師師 師師把他的發票 弄成這個的時候 我真的 好 快瘋掉了 大家聽說裡面有一個 有潔癖的強迫症是什麼 我 潔癖的超級 好 好 一定是我 好 很潔癖的 我很愛 就是很愛整理 又是潔癖 所以我常常在家裡 要一直打掃 但是我的程度是已經 神經病的程度 我一直在網路上看 我好像都是生病 要吃藥的那種 比如說這個 沐浴乳類的那個頭 有一個我的規定是 要朝一樣的方向 但是重點是這個頭 不能流那種 沐浴乳之類的 就一定在那邊 太乾淨是不能滲出來 對 不能滲出來 一定要切得很漂亮 切得很漂亮 那這個 比如說那個沙發的枕頭 也是一定要是擺的 那裡一定要看下面 對 對 就很多奇怪的 比如說這個 遙控器 遙控器是 擺得要一樣 但是重點是那個 聲音大小 那個電視啊 有沒有 有時候是 16 有沒有 37 我不喜歡 一定要是 5 10 15 20 25 30 所以朋友來 他在那邊按到17的時候 為什麼不要15 還是20 我覺得心裡一直在 能耐 對 你會偷偷上到廁所 趕快轉過去 會 只會 為什麼我這樣 我覺得心情就很好 那妳說 妳好像變成這樣 對啊 有時候很大聲的 強迫 強迫技術 這樣子 我就看了 36 為什麼我這樣 為什麼35 為什麼35 對 非常典型的強迫症 那另外一個就是 去餐廳就是一定要擺好 就吃完全部都要擺好 對 就是筷子是筷子 小碗是小碗 就是全部要擺好 就是那個剩的東西 就放在一個地方這樣子 很瘋 就是很瘋 就是 坐捷運嗎 我也是不敢碰那個把手 就是要這樣子 點著 對 那如果是咬得很誇張的時候 我會趕快去門那邊 這樣子 我會這樣子 這樣 就是這樣 那個 那個 那個不想碰嗎 覺得有用不 不敢碰 如果真的是 一定要碰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家的那個大樓的 我住的地方的那個大樓的那個 電梯壞掉了 就是有一點凍得很奇怪 一直漏水 我那時候 電梯漏水 但是可以做 那個電燈也是一直上 那是妳還敢做 對 一直上 但是那個社區的那個海拔是寫說 可以做 我那時候一直說 我到18樓一定要走路上去 但是我男朋友說可以做 大家都在做 我就 我做的時候很怕 我就一直摸那個東西 那個把手的地方 我就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因為如果突然掉進去 我就趕快回應 有沒有按妳要上幾樓 有沒有按妳要上 18樓什麼的 我就 我要在這裡 18樓 不是這裡 不是這裡 妳為什麼不住15樓 20樓 對啊 沒辦法 所以妳今天想要住20樓 有沒有 我今天就覺得 喜歡妳的背景 所以的話是很OK的 那零錢 這個零錢呢 零錢都OK了 二千OK了 但是零錢拿到的時候 我都會全部都用衛生紙擦一下 再放在前方 妳可以戴手套嗎 那種戴起來 對啊 做捷運的時候以前 在義美指引所上吧 所以我戴那個透明的手套 就是坐車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台灣人都會一直看著我 所以我就不戴了 妳也很奇怪 對 就這樣子 她以為妳是護士小姐 對 那Yuki我問妳 如果妳譬如說 路上人很多很擠 或是坐捷運很擠的時候 人家碰到妳 我很不舒服 但是我 就覺得這個是 真的是忍耐 這個是人 我就沒辦法 但是我其實很不想出去 心裡面是 就是計程車最開心 這輛車才髒 對啊 沒錯 沒錯 不是說計程車髒 是很多人做過 沒有 那當然呢 今天我們聽到那麼多 有一點強迫症的傾向 那當然呢 這個 希望大家呢 讓自己生活更開心一點 放鬆對不對 差不多就可以了 對 對 好 那希望大家今天也都很開心了 謝謝 謝謝 太恐怖了 快來幫我們安排 還有訂閱 拜託 拜託 再次拜託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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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